1976年的7月和9月,NASA的两台火星探测器,海盗1号和海盗2号,分别成功地在火星表面着陆 在他们身上,都携带了同样的生命科学试验模块,用于探测火星是否存在生命 并且,他们先后都用同样的试验方法,发现了火星可能存在生命的证据 但为什么后来NASA却否认了这点呢? 大家好,这里是土博鼠杂技,今天我们就来一起讨论一下海盗号探测器曾经发现火星生命这个话题 1965年7月,美国的水手4号探测器第一次成功地飞掠火星,并向地球传回了21张火星照片 成为第一个近距离拍摄火星的探测器 从那个时候开始,NASA就打算派遣无人探测器登陆火星表面去进行实地探测了 NASA想要探测的范围很广,从天气状况到土壤成分,从地质构造到地震活动几乎应有尽有 但其中最大胆的,无疑就是在火星上寻找地外生命的线索了 随着火星探测项目内容的细化 探测火星生命逐渐占到了任务清单里最重要的位置 生命科学实验模块就成了海盗号系列探测器最为重要的仪器设备 在硬件上,生命科学实验模块包括了气象色谱仪和质谱仪 这两种必不可少的仪器 它们能够从被加热后的火星土壤样本所释放出来的气体中 检测出所含的化学元素成分 在软件上,基于上述两种仪器 科学家们设置了三项生物实验项目 这三项实验分别是气体交换实验 热解释放实验和标记物释放实验 它们全都基于以下的理念 那就是,所有的生命都会从外界摄取能量和物质 通过自身将其转化 然后产生某种代谢物或者说是副产品 并将其排出体外 如果火星上的确有生物存在 哪怕是微生物 而且火星生物还跟科学家们设想的一样 有摄入和排出的话 只需要比较周围环境中不同元素在一段时间内发生的成分变化 就能确定其中是否有生物存在 正是基于这样的想法 科学家们让成功登陆火星的海盗号系列探测器 携带了人类精心准备的生物培养液 当海盗一号刚刚在克里塞平原上站稳脚跟之后 科学家们马上就操作探测器上的机械壁 开始在火星表面挖土取样了 完成取样之后 第一个进行的就是气体交换实验 具体的实验过程是这样的 海盗一号先是把火星土壤样本装进探测器的实验舱内 然后用自备的氦气来代替原本在实验舱内的火星大器 接下来把培养液喷到这些火星土壤上 最后再加入纯净水 做完这些动作之后 海盗一号就开始用摄谱仪和质谱仪 持续不断地对实验舱里的大器展开监测了 科学家们认为 如果火星土壤样本中存在着生物 那么这些生物很可能在代谢了科学家们提供的营养物质之后 能够产生出可以检测得到的代谢物 但遗憾的是 经过一系列的测试 科学家们得到的是否定的结果 第一项实验宣告失败 不过没关系 还有第二项实验 热解释放实验呢 这次探测器会在火星土壤样本中加入水 并提供人造光源和用碳14标志过的火星大器 大家请注意 本项实验与第一项实验最大的区别就在于 第一项实验使用氦气来替换火星大器 而本实验是把火星大器中的一部分二氧化碳 用探测器带来的 含有碳14标记物的二氧化碳来替代 经过数天的培养 再把实验舱里的气体全部抽出 然后再把剩余的火星土壤样本加热到646度 检测土壤因灼烧而产生的气体 看看其中是否含有碳14 如果说第一项实验是在检测 是否有生物排出现象的话 那么此项实验是在检测 是否有生物的摄入现象 非常不幸 第二项实验再次无果 完全没有碳14被检测到 现在所有的希望都集中在了第三项实验 标记物释放实验上 这项实验 其实和第一项气体交换实验比较类似 也是给火星土壤注入培养液 只不过这次 科学家们在培养液里加入了放射性的碳14 试验过程中 试验舱里的气体依然得到了持续的监测 科学家们希望能够找到 哪怕是一丝一毫生物代谢的迹象 结果 在短时间内 他们就从试验舱的空气中 检测到带有放射性碳14的二氧化碳出现了 火星土壤样板中的某些物质 似乎对加入的培养液有了反应 摄取了培养液里的碳14 经过代谢又把它释放到了空气中 而且在整个实验过程中 相关的指标还在持续攀升 这就否定了有些人对实验设备故障的怀疑 这个结果也很容易导向一种 大家都很期待的结果 但此时 科学家们还是保持了相当的清醒和谨慎 他们还在等待的最后一个实验步骤 那就是再等待一周的时间 随后对包含图染样本在内的整个实验舱进行加热 并在经过加热处理后的火星图染样本上 重复进行曾经取得成果的标记物释放实验 科学家们这样做的目的 是想要排除因为非生命原因产生出放射性二氧化碳的可能 他们认为经过加热后的样本中 肯定已经不包含任何生命了 如果在经过处理的样本上重复同样的实验 没有放射性二氧化碳产生 那么就说明之前的二氧化碳肯定跟生命活动有关了 结果 正如预期 这次没有放射性二氧化碳产生 于是 结论就真的导向了 任何有可能摄入培养液的东西都在加热时被处理了 这个结论 换句话说就是 活性的火星图样里是有微生物的 这个实验结果 让此项实验的首席科学家吉尔伯特莱文兴奋不已 在他看来 火星生命已经找到了 它就存在于随处可见的火星土壤里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负责热解释放实验的科学家诺尔曼霍洛维斯 对这个结论坚决反对 他认为 上述现象不过是火星土壤里的氧化物 跟培养液里的碳化合物发生了化学反应的结果 尽管两个月后到达火星的海盗二号也用同样的实验方法取得了同样的实验结果 但依然未能改变霍洛维斯的观点 从此莱文和霍洛维斯就站到了坚决的对立面上 一个坚称在火星上已经找到了生命 另一个则坚称根本不是什么生命 而其他的科学家 包括NASA的态度也在其中摇摆 从来不给一个确定的结论 我不知道您会支持哪一方 但至少我会觉得 假如培养液里的碳化合物能够和某些氧化物发生反应 这应该很容易就能够被这些科学家预见到吧 这在地面也很容易进行实验 但如果如此 科学家们为什么偏偏要选择包含碳14的碳化合物 来与已经确定包含有大量氧化物的火星土壤接触 最后还拿碳14作为标记物 来作为结果平定的标准呢 如果真的是这样 那两个海盗号岂不是完完全全在火星上白忙活了吗 所以理性让我更愿意相信来文是对的 奇怪的是 打那以后 NASA就把工作重点放到了禁地轨道上 难道真的是为了和前苏联进行军备竞赛吗 而且更让人容易产生联想的是 1982年 就在海盗一号仅仅在火星表面工作了五年之后 一行错误的代码被从喷气推进实验室发往火星 导致海盗一号错误的把天线转到了背向地球的方向 从此永远与地球失去了联系 而此时的海盗一号呢 正处于工作的巅峰时期 要知道 一般来讲 像海盗号这样的着陆探测器 导致失效的原因 要么是设备故障 要么是电池耗尽 两个海盗号在火星上着陆之后 本来设备状态都是良好的 而且海盗号系列探测器都使用了原本至少可以工作十几年的 布238放射性衰变核电池来供电 因此 他们本来应该能在火星上工作十几年 但早在1980年 海盗二号就因为电池失效 而和地面失去了联系 现在 海盗一号又因为这么低级的错误而联系不上 这样的结果 不仅让人苦闷也让人心生疑惑 怎么会发生这么低级的事呢 直到今天 海盗一号依然呆在火星的表面 它的天线对准的是一片红色的沙子 仿佛还在等待着最后的指令 而真相呢 也依然在等待着被揭开 好了 关于海盗号对火星生命的探测 我今天就向大家介绍到这里 不要您在听了我的叙述之后 有什么想法 欢迎您给我留言 咱们一起讨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请您订阅我的频道 打开小铃铛 这样您就能收到我节目更新的通知 同时也欢迎您留言 转发 评论 点赞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